NASA意外撞到2亿美元的轨道飞行器 并使其掉落在火星表面 与法国大革命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关系非常大 这次撞击是由于在两种度量系统 即美国常用单位及公制单位之间转换出错而发生的 那么与法国大革命有什么联系呢 我来解释一下 在有记录的大部分人类历史中 穀物的重量或手的长度等单位并不精确 并且因地而异 不同的区域不仅使用不同的度量方式 还有完全不同的数字系统 到中世纪末期 印度阿拉伯的实进制体系 基本取代了欧洲的罗马数字和分数体系 但John Wilkins等学者为推广标准实进制单位所做的努力 却收效甚微 仅在法国就有25万个不同的单位 任何大范围的变化都要求巨大的颠覆 1789年这种颠覆随之而来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不仅推翻了君主制 他们试图根据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彻底改变社会 当新政府上台时 科学院召开会议 改革度量系统 基于专段政府或当地传统的旧标准 被数学和自然关系所取代 例如米在希腊语中的意思为度量 就规定为赤道和北极之间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 用马奎斯·德康多塞的话来说 新的公制系统是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时候 统一度量标准对革命者也有政治优势 贵族无法再利用当地的度量单位 从平民手中榨取更多租金 而政府也可以更有效地征税 新的共和力每周十天 通过取消周日削弱了教会的权利 采用这个新系统并不容易 事实上还有点乱 起初人们新旧单位一起用 共和力最终被弃用了 当拿破仑掌权时 他允许做小生意者使用 以公制单位重新定义过的传统度量标准 但公制系统仍然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标准体系 并在整个欧洲大陆以及法国境内广泛传播 虽然拿破仑帝国只存在了八年 但其留给后世的影响要久得多 一些欧洲国家在独立后恢复到旧的度量系统 其他国家则意识到了国际贸易时代标准化的重要性 在葡萄牙和荷兰自愿改用公制后 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殖民帝国将这一体系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作为法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英国抵制革命想法 并保留了其传统度量单位 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 大英帝国开始缓慢转变 首先批准公制作为可选替代方案 然后逐渐让其变成官方单位 然而 对于已经获得独立的13个前殖民地来说 这种转变为时已晚 美利坚合众国 坚持使用其殖民时期的英制单位 是当今仅有的 尚未完全采用公制的三个国家之一 尽管不断有人提议公制化 但许多美国人认为 英尺和磅等单位更加直观 讽刺的是 有些人将曾经具有革命意义的公制系统 视为全球统一的象征 尽管如此 公制几乎普遍用于科学和医学领域 并且它会继续根据其最初原则不断进化 长期以来 标准单位实际上是通过精心维护的实体原型定义的 但由于技术和精度的提高 这些难以接触且使用寿命不可靠的原型 正被基于普世衡量的标准所取代 例如 光速 一致的度量标准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难完全确定它们对人类的重大意义 正如它源自政治革命一样 公制对于未来的科学革命仍然至关重要 说到测量 你知道一张纸要折叠多少次才能到达月球吗 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